HELLO 各位朋友你們好 我是金豪華汽車的Jacky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BMW M330i G20的ACC跟車 跟它的車道偏移 還有它的自動駕駛 半自動駕駛的補助功能要怎麼使用 那我們請我們的家豪來測試 拍攝給你們看 我來做測試 大家注意看 現在你拍攝儀錶板 它現在是灰色的 灰色的狀況下 然後ACC功能的測試跟駕駛都在這邊 半自動駕駛都是這兩顆 ACC只要按下去 儀錶板 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會顯示綠色的 就表示它的功能已經開啟了 那我們要怎麼增加時速 各位看這邊現在是62 我只要這一顆按加 它就會加一公里 那我大力一點 它就會加到70、80、90 會開始往上跑 那往下它就會減一公里 就以此類推 那兩邊車距要怎麼做平衡 你看一下前面的車 它現在前面有一台貨車 那我們看這邊 還有這裡 儀錶板 我按一下 它就變兩下 再來再按一下 它就變一下 車距會縮小 再增加 加兩條線 三條線 它就會拉大它的車距 但是這個車距它沒有絕對 因為它會依時速的不同 來統計 那各位再看一下 它現在這邊有方向盤 旁邊有一個ACC跟車的定速功能 那我現在這個按下去 它就會取消 方向盤就不見了 那我現在再按下去 方向盤就跳出來 那各位注意看 前面的兩條線 它這個車道便宜 我的手是放開的情況之下 它會開始跟著這一條 這一條線開始走 來 那我現在讓你們看一下 它現在這一個 如果你手放開太久 它上面也會顯示 它這一台車因為是頂級款 所以它上面有抬頭顯示器 手剛剛如果放開太久 它就會顯示說 你的手要靠近方向盤 有沒有 現在就跳出來了 那我的手都是一直是 放開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現在已經準備要下交流到了 那要怎麼取消呢 取消我們只要踩煞車 它就取消 那這一個按掉 它也會取消 這一個也會把 半自動駕駛的功能取消掉 它前面 現在是一台遊玩車 所以它前面 紅外線顯示是一台大車 非常的精準 這就是BMW G20的 ACC跟車 跟半自動駕駛的功能測試 這邊是金豪華汽車 這台車是2021年行事 歡迎大家來現場看車 白色總代理跑一萬五千多公里而已 謝謝大家